宋太宗继位后大幅提高文人的地位 文人的春天到来了 但武人的日色却一落千丈 那么宋太宗对武人采取的是什么做法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之今非昔比 宋太宗登基称帝后 采取一系列措施 大幅提高文人的地位 彻底开启了非宗文人的幸福之门 另一方面宋太宗又采取各种办法 抑制武人的地位 尤其是对手握重银的地方节度使 更是千方百计的削弱他们的力量 那么宋太宗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来抑制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科法一家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二部 宋太宗之今非昔比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以后 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 大幅度的提高文人的地位 但是在提高文人地位的同时 他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是怎么样对各地的地方 借度使加以控制 一方面是提高文人地位 一方面是控制和压抑地方的借度使 这个武将的地位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 主要是武将飞扬跋扈 经济实力强大 军事实力强大 不断地颠覆旧的王朝 所造成的 所以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这个问题 从太祖赵光义继位以后 就采取了各种办法 比如说杯酒士兵权 用各种办法来提高文人地位 压制武人的地位 但是赵光义的做法 是两手抓 不是两手一样硬 他是一手硬 一手软 对中央进军 他这手非常硬 对地方的借度使 特别是对西北和北部的 十四个边将 他的做法就比较软 这个软的具体表现就是 允许这些边将 把地方财政不上交中央 全部归他们所有 而且允许他们 用官办的性质 搞地方贸易 这个地方贸易呢 是官方性质的贸易 而且不收税 是暴利 这个只允许地方边将在做 这一个在历史上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回图 也叫回忆 这是一种特定的一种贸易 这种贸易 利润非常丰厚 赵光义对中央政府的官员 是严禁搞贸易 就官员不能够经商 你可以贵 但是你不能够负 如果既贵又负 那一定是贪败 但是对边地的将领 他允许 你允许贸易 所以赵光义呢 这个在学多地方 藩镇势力 这个方面 他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远远没有做到位 这个边疆的幸福时光 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到太宗即位 边疆的幸福时光 就结束了 太平新国二年的正月 我们知道 太平新国元年 是在这一年即将结束前八天 改了年号 八天以后 就进入了太平新国二年 进入太平新国二年的正月 宋太宗就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诏书 这个诏书 有这么一段话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段话这个诏书啊 什么意思呢 就不允许地方边疆的那些官地 从事边地的贸易 这是宋太宗上台以后 采取的抑制五人的第一个办法 是禁止回头贸易 如果说谁这样做 可以把他们的银子告发出来 告到中央去 宋太宗赵光义 即位两个多月以后 发布的一道非常重要的诏令 这个诏令 他的出台 史书记载有两大原因 第一 是历史教训 所谓历史教训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五代藩镇的遗风 不能够久留 五代藩镇 他可以从事边地的贸易 从事贸易 就是官员可以经商 甚至于他们过的生活 比皇帝都奢侈 这叫 举止僭越 不合法度 这是第一点 再一点 就是军力强大 威胁中央 你现在地方军阀有了钱 他就可以扩军 一旦那军力强 给那些士兵发的钱多 那士兵打起仗来 就卖命 所以他威胁到中央政权 这是五代的遗风 太祖做了纠正 但是没有纠正到位 太宗决心把他做到底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 送出的现实 送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 送出的现实是 太祖改革 不到位 送太祖的改革 并不彻底 不彻底的原因 两点 第一 国力 不足 送太祖继位以后 他的主要经历是 对南边用兵 他是先南后北 对南方用兵 先往南方的各居政权 把他统一掉 他在灭南方各居政权 做了很多工作 他的主要的精力 用到南方去了 他没有精力对付北方 北方这些将领的话 要让他们守边 但是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们 这叫什么 这叫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那怎么办呢 就得让马儿 自己找草吃 所以让马儿自己自足 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边疆 可以搞回头贸易 这是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 第二个原因 控制能力 宋太祖对边地的14个将领 他有绝对的控制能力 就他个人来说 他有充分的自信 就他的掌控能力来说 他有足够的能力 掌控边地的将领 让他们既 富得流油 又对中央政府忠心耿耿 这是史书记载的两个原因 所以宋太祖才这样做 但太宗即位以后 就觉得这个不行 太宗即位以后 觉得有两点变了 第一 形式变了 第二 是皇帝变了 这两点怎么讲 形式变了 是因为南方无战事 这样一来的话 可以去经营北方了 他不需要对北方的边将 采取纵容他们 搞这种非法贸易的手段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是皇帝变了 皇帝变了有三层含义 第一 抑制太祖邦 太祖邦是个男人邦 这个太祖邦很厉害 这个西北 给北方的十四个男人邦 这一帮人 是宋太祖的铁杆的将领 忠心耿耿对宋太祖的 对宋太祖非常忠心 但是太宗就觉得 这十四个人 宝败 因为他这个位置 来得不明不白 太祖死得不明不白 太祖最铁杆的这十四个将领 恰恰是太宗最不放心的 一个男人邦 他就把这个男人邦给收拾了 收拾他怎么一个办法呢 先断他的财路 断财路的办法 就禁止他们回途贸易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 防患与未然 太祖有足够的能力 掌控这十四个将领 太宗 一 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 没有这个自信 他没有办法掌握这十四个边疆 所以他只有办法 控制 加强控制 第三 前两者都是为了第三个目的 维护帝王权威 太宗继位了 帝王的权威要维护 那个边地的将领 不能够允许你们有那么大的权力 所以首先要断财路 所以宋太宗发布的这个诏令的根本目的是断边地将领的财路 通过断财路来掌控边地的这个将领 进一步削弱武将的这个权力 第二步 是严禁任人为亲 过去这个地方戒度使得权力很大 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来 他可以让自己的亲信 让自己的随从 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 任命 他手下的将领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被任命的将领 对这个戒度使忠心耿耿 上下可以齐心来抵御外族入侵 但是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这些人结成帮以后 中央难以驾驭 他侵蚀了国家的行政权 侵蚀了国家的人事任免权 也威胁到皇权 所以太宗下召 今后如果是边疆的将领 基层的将领缺乏了 怎么办 两点 第一 从第一将领中间 晋升提法 第二 有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这两条都排除了一条 排除哪一条呢 排除地方戒度使任用亲信 地方戒度使任用亲信担任将领的这个做法被废除了 这是第二招 第三条 京城统一安排戒度使子弟 这第三条更厉害 你在外地做官 可以 你的儿子到京城来 我给你任命官吏 因为过去这个戒度使的儿子们呢 很厉害 宋代这些戒度使的儿子在各地横行不法被称为崖内 大家看过水浒传 都知道什么叫崖内 那崖内是很厉害的 当时最有名的是洛阳石崖内 洛阳有十个 这个当时在担任戒度使的子弟 很凶 很厉害 地方官员管不了 宋太宗在为继位之前 他对这个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所以他上台以后他就下了一道招令 让各地的地方官把你们所辖那个辖区之内 你们那些地方户籍所在地 那些高官的子弟 特别是在边地担任戒度使的他们的子弟的名字 报到中央来 宋太宗大笔一挥 按照名单招这些人统一进京 其中有五个 年龄大了 年龄大了 不要退回去 年轻的 统一的安排成 在京城的低级职务 统一任用 换句话说 他把戒度使的儿子全部弄到京城 任命为官员了 这叫什么 这叫扣卫人质 你在边疆做大官吗 我把你的儿子弄到京城来做官 你儿子在我手里控制住了 这样一来 对边地的戒度使 耶稣很大 他如果敢轻举妄动 他的儿子就没命了 这一手很厉害 大家从这一措施 你可以看出来 宋太宗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 心计很深的人 他截断他的财权 截断他的人事任免权 这由统一在京城安排的他的子弟 第四条 罢免了一批戒度使 新皇帝一纪位 下诏 让地方戒度使进京 拜见 客同 这些戒度使一来 宋太宗借着这个机会 宴请他们 然后借着这个机会 把一批戒度使 免了 免了哪些人呢 张永德 张美 这两个人从后周时期 就是中央进军的高级将领 那都是赵光印的铁哥们 到太宗时期 仍然是手握地方军权的人 把他们招进来 把他们的军权给解除了 但是解除他们的军权 话说得非常漂亮 这要什么呢 叫不敢以藩领之任重返旧格 就我不敢把这种繁重的任务 再交给你们这些 则高望重的老前辈了 你们还是在京城休息吧 然后任免他们做什么官呢 环卫 北宋的环卫啊 是保卫京城的官员 这个环卫官有三大特点 第一 吴定元 就没有编制 皇上任命几个就是几个 没有编制 那不就可以随意任命吗 没有一个固定的 我要安排几个人 有几个安排几个 第二个 高级别 级别都是二品三品 级别高得下人 第三个特点 吴时权 关键在吴时权 品级很高 又没有固定的名额 随意安排 就是有一条 没有实权 原来在地方主政的一方 主后弄到京城来 关节高得下人 但是没有实权 这都是当年宋太祖的铁哥们 赵光义的他做法就是去太祖化 这是第四条 把他们的一批戒毒使的权力给剥夺了 官方也给剥夺了 第五条 废除执军 这一条很厉害 什么叫执军呢 地方戒毒使所在那个州 叫辅州 往往一个戒毒使管的一个州 周围的一些州都给他管 周围那些州叫什么呢 叫执军 一个戒毒使不单管他所在这个州 他周围的州也都给他管 所以赵光义想了一个办法 他这个州是从谁那开始了 从大宋的第一任宰相赵普那开始 赵普在开保六年 被罢为和阳三城戒毒使 他周围有一些州 比如说像淮州都给他管 他派了一个给赵普关系 极其不和谐的一个人 叫高宝银 叫这个人去做了淮州刺史 但是高宝银去了以后 他的顶头上司是和阳三城戒毒使赵普 高宝银到了赵普的手下 赵普就不断的给高宝银穿小鞋 所以高宝银就觉得 这个字幕不好受 这个戒毒使权力太大 管着他管得不好受 他直接给赵方宝银打了个报告 要求直属中央 不要再经过戒毒使 赵方宝银大笔一挥同意 这样就把赵普的权力 大幅度的给缩小了 这是第一个被开刀的人 紧跟着国州刺史 又给皇帝上了个书 说宝平戒毒使杜沈静这个人 犯了很多错事 杜沈静是谁啊 杜沈静是宋太宗的母亲 杜太后的弟弟 换句话说 杜沈静是宋太宗赵光义的亲舅舅 国州四十举报 说你舅舅 做宝平戒毒使不称职 然后赵方义就派了一个 又十一李汉 叫他去查 一查属实 情况属实 然后这个李汉就给中央政府打了个报告 说戒毒使领之郡 都是派他的亲信 去担任那个重要职务 结果这些亲信担任重要职务以后 影响商品流通 而且对中央政府不利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戒毒使管的这些职军 给他独立出来 这样的话呢 可以加强中央的力量 赵方义看到这个报告 同意 连他就远不顾了 同意 然后直接下了个诏书 全国三十多个州 直属中央 不再归戒毒使管 这一下子天下所有的戒毒使 再也不能管职军 这样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 两点 对于戒毒使来说 地盘缩水 原来管了一个州 旁边还有很多职军 都给他管 现在地盘缩水 那些地方粉粉独立了 不给他管呢 第二 权力缩水 原来他这几个州的 民事啊 财政啊 都给他管 现在全部给他管了 就他自己在 他所管的那个州 还有支州 还有通判 分了他的权 所以地方戒毒使的权力 被大大削弱 宋台宗做这件事 是拿了两个人开刀 竟然很顺利 第一 是大宋的第一任宰相赵普 第二 是自己的亲舅舅 杜沈进 拿这两个人开刀 把这两个人担任的戒毒使 手下的郡都独立了 执郡独立了 那么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 其他的戒毒使就不用争了 皇帝的舅舅都交了 其他戒毒使就无话可说了 全部把权力交上去了 这样一来 地方戒毒使的权力大大缩小 管的领地大大缩小 地方军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大大缩小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大大加强 中台中继位以后 采取强干弱智 重温义务的策略 极大的抑制了武人的权力 五代时期武将飞扬跋扈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返 在大宋西北边境发生的一件诈骗事件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件诈骗事件 是怎么发生的 它又是怎样收场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很好的贯彻 贯彻的结果 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大家一听 你就知道 宋太宗这一个组合权 在当时取得了多么大的效果 举这么一个小故事 太平新国三年的四月到五月期间 在大宋的西北边境 发生了一件事 这是一个什么事呢 这个故事的男一号 叫李飞雄 这个李飞雄这个人呢 是秦州 节独判官李若瑜的儿子 这个李飞雄是男一号 李飞雄呢 是一个 坏孩子 他爹是个地方官员 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培养好 是个无赖 连他家里的人都不能中他 然后李飞雄呢 还有一帮虎鹏狗友 有一次他玩腻了 玩腻以后呢 他从开封 跑到陕西的凤祥 到了凤祥的周志县 去看他的一个岳父 临走的时候 这个李飞雄做了一件事 顺手牵羊 因为他的岳父是个县位 他骑的个马是官马 换句话的说 他用的是公车 当时没有车了 就是官马 顺手牵羊 把他岳父的一个官马 给牵出来了 他骑着官马 就向西跑 跑到一个驿站 到了驿站以后 这个李飞雄 史书记载李飞雄 四个字 诈称使者 我一称 自己是中央政府皇帝 派出来的寻边的使者 这个驿站的人 一听说是皇帝派来的人 而且他骑的又是官马 就认了 好好招待他 他到那换了马 跑到驿站以后换了马 又把当地的驿站的人 给骂了一通 又让驿站派的一个遗族 给他领路 继续向西走 他每到一处 都用这一招 先骂一通 再劫持个人 陪着他一块走 就越走人越多 越走人越多 他原来是一个人 骑着他岳父一匹马 后来就多了一个 响岛遗族 再后来 群移的殿职 隆州的监军 吴山的县位 等一大批官员 都被他挟持了 他挟持的人越多 到下一个地方 行骗越容易 一来到天子使者 后面跟着一大批随从 都是当地的官员 所以像滚雪球一样 走到今天 这个甘肃的清水县 到了清水县以后 清水是个军事重镇 当时 都寻简史 周成静 等七个人 在这儿驻守 有一批武将 就驻守在 这个 这个清水县 李飞雄 带着十几个 懵懵懂懂的官员 就来到清水 结果呢 都寻掩使周成静 很客气的接待他们 接待过以后 李飞雄 一声令下 把周成静等七个边将 全捆起来了 把七个边将全抓了 那么周成静 作为一个边地的武官 怎么会把他抓呢 第一 觉得他是朝廷派来的使者 第二 他认识其中跟着来的 有一个 一个官员 这官员是被他 胁迫过来的 他认识他 所以不觉且诈 不觉得 他其中有诈 其中有一个官员 胆子很大 哭着 你把我抓起来 我要求看皇帝的诏书 结果 这个李飞雄 把他吓唬了一通 他说你还敢要诏书 你想想你们这些人 为非作歹 皇上现在要我来查办你们 你还敢要书 你记得不记得 当年在丰州杀李赫的事了 这个丰州就是今天广东的丰开 河南有个开丰 广东有个丰开 这个广东丰开杀李赫是怎么回事的 是宋太宗即位以后派他的亲信到各地去巡查 其中一个到广东的亲信 无限的分开的一个官员 说他要谋反 结果宋太宗下令 不要调查了 就地处决 把李赫给杀了 杀李赫这个事 全国都知道 这是个冤案 但是没有人给平反 都知道宋太宗 只要他手下人一报告 你谋反 查都不查 一律斩首 这一说 其他官员不敢要招书看 李飞雄到大宋的西北边地去诈骗 手中连伪造的照顾都没有 就是靠着一番下骨 边地的大小官员 连同手握兵权的武将 全都严平计从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 说明宋太宗一致五人的措施 已经见到了成效 那么这一给李飞雄的诈骗 提供了机会 那么这场诈骗案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 李飞雄 在诈骗的过程中间 洋洋得意 说话中间 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他说他自己曾经是靖王府的亲信 大家想想 谁过去担任过靖王 那是宋太宗赵光义做过靖王 他说自己在赵光义做靖王时期 就是靖王府的亲信 这个话一说 坏了 被捆着七个人中间 有一个人叫刘文瑜 这个刘文瑜这个人 确实在靖王府里工作过 这叫什么 这叫李鬼 碰见了李逵 所以这个刘文瑜 一听说来的这个人是靖王府的人 刘文瑜觉得有一些升级了 说了两句话 我已尝试尽敌 使得忍不营救之乎 当我也曾经在靖王府中间工作过 那你能不能看着咱们俩是同事的关系 拉我一把 救我一下 这话一说 这话一说 李鬼心虚了 李飞雄心虚了 李飞雄把左欲乐的人都摒退 然后就对这个刘文瑜 讲了一句话 如能与我同富贵乎 你能不能和我一块共富贵啊 刘文瑜一听就知道 有鬼 这里面有假 这个话一说出来 那么这个使者的身份就非常可疑了 所以这个刘文瑜就假装答应 然后刘文瑜就使忌 让手下的人把李飞雄给抓住 把他们其人给放了 然后把这个李飞雄压到大牢里边 一顿棍棒 李飞雄全招了 第一 不是朝廷使者 第二 根本没有在晋王府里工作过 这件事 全部暴露 既非朝廷使者 又非晋王亲信 案情大白 那么这个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 四句话 李飞雄 一灭三族 坑爹啊 特爹是个戒毒判官 由于他儿子诈骗 连着他爹 一块被杀 三族被灭 第二个 是第一个一战中间被骗的那个遗族 给他当祥导 第一个被骗的那个士兵 一灭三族 两个灭三族的 第三 沿途所有被骗的官员 一律 腰斩 处决了 第四 给李飞雄在一块吃吃喝喝的一帮无赖子弟 全部腰斩 处决 事情处理完了 又牵涉到一桩冤案 牵涉到另一个人 这个人是前周之周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李若卓 卓笨的卓 李飞雄的爹叫李若鱼 愚蠢的鱼 一个叫李若卓 这一个叫李若鱼 这个宋太宗就觉得这两个名字 一看好像是亲兄弟 就把这个李若卓给抓起来了 审他 审过以后 八个字 同宗 非亲 什么叫同宗啊 都姓李 非亲 但是他俩不是亲戚 更重要的四个字 叫不知其谋 结果这个李若卓 是因为李若鱼的儿子犯了案 结果把一个李若卓 免得官 流放到海岛上去了 这个李若卓吃亏了 亏在哪啊 亏在他那个名字起了不好 那个犯罪分子的爹叫李若鱼 他的名字叫李若卓 就这也受连累了 这件事情 听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 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一人 一马 一张嘴 你说李飞雄有多大的本事啊 一个人 偷了他岳父的一匹官马 然后 又凭着他一张嘴 说他是天子使者 这叫一人一马一张嘴 这是第一个一 第二 一路顺丰 沿途所到之处 从一族到官员一律受骗 这叫一路顺丰 第三个一 叫一批官员上当受骗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这个故事 大家听起来觉得很荒唐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故事 说明了三个问题 这个故事所说明的三个问题 非常重要 第一 太宗绝对权威 必经深入人心 所以说是天子的使者 谁都不敢怠慢 第二 武将地位今非昔比 过去的武将多厉害啊 古代十国的武将随时可以废皇帝 现在只要来一个小混合 说是天子的使者 这武将就疏手就擒 第三 彻底树立 服从天子权威的意识 那么多官员被骗 就是因为这个小混混 李飞雄 说他是天子使者 底下的人 查都不查 问都不敢问 你说他是啥 李飞雄的故事 说明了三点 说明宋开东 即位以后 他的重文以武 强占弱智的政策取得了完胜 宋太祖没有做完的事 太宗做完了 宋太祖没有解决的问题 太宗解决了 所以太宗即位以后 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国家政权 但是在大宋政府解决 地方军阀势力的时候 南方还有两个政权 处于一种半格局状态 这两个格局政权 一直同大宋王朝 保持着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 就是他很顺从 都尊奉大宋王朝 都向大宋王朝称臣纳贡 这两个地方办格局政权 一个是张权 一个是吴越 当宋太宗忙着削除 地方军阀势力的时候 张权的军阀 陈宏进 匆匆忙忙 跑到开封来了 那么陈宏进到开封来 要干什么呢 请听下集